严格说这是一个物理数学题 一度电可以充多少次手机 或者比如说两万毫安的充电宝 相当于多少度电 它能有一度电吗 我们常用的手机 比如我现在用的好一部手机 它的充电量是四千到五千毫安 而我们常用的充电宝 比如说两万毫安的 理论上可以给四五千毫安的手机充电四次 对吧 但是实际上 如果说手机完全没电 也就是零电的情况下 也就能充三次左右 其实原因很简单 一个是虚标 一个是电损 那么就有一个问题 我们手机的充电显示是四千至五千毫安 对吧 而我们家里 现在都是买电是吧 比如说我买五百块钱的电 大约一千度左右 而这个一千度的电 比如说一度电 大约是我们手机四千至五千毫安的多少呢 他俩怎么比较 到底是一度电大 还是手机的几千毫安大呢 这么说吧 这个毫安和这个度 他俩不是一个单位 举例说 有点和一金和一克似的 但不完全是啊 因为金和克都算是重量单位 但是手机充电的毫安和我们家里使用的用电的计量单位度 他俩完全不是一回事 首先毫安 毫安是电的量的单位 也就是毫安是电量单位 再说的直白点 就是电流乘以时间 这叫毫安时或者是安时和那个水沟里的流水似的 比如说一秒钟水流是一立方米 那么一小时就是三千六百立方米的水 对吧 三峡大坝泄洪的时候 每秒钟水流大约是五到七万立方米 我假设每秒七万立方米 那么一个小时就是2.52亿立方米 一天是60.48亿立方米 新疆有个著名的喀纳斯湖 喀纳斯湖水深180多米 那也是个巨大的湖泊 但是每秒钟七万立方米的泄洪量 要灌满这个喀纳斯湖 不需要一天 也就是不需要24个小时就能灌满 再说我们家里买电是按度 对吧 所谓度是什么呀 度是电能单位 何为电能啊 就是功率乘以时间 这叫电能 所谓这一度电 不就是一千瓦时吗 大概意思就是 比如说你点个电炉子啊 你的电炉子的功率是一千瓦 那么点一个小时 就耗费一度电 所以说手机的电量和 咱家里买电的那个度 不是一回事 比如说你手机的充电量是五千毫安 实际上你的五千毫安是五千毫安时 也就是五安时 而我们手机电池的标准放电电压是三点七伏 因此说我们手机五千毫安时 约等于五安时乘以三点七伏等于18.5瓦时 换算成千瓦时 那不就是零点零一八五千瓦时吗 因此说手机充满一次电 约等于零点零二千瓦时 我们家里用的一度电是一千瓦时对吧 而我们手机的五千毫安的电量 换算成电能是18.5瓦时 用一千瓦时也就是一度电 除以18.5瓦时约等于53 也就是说理论上我们家里买的一度电 可以给手机充电53次 53次啊 因此说我们家里的一度电充手机呢 可以充五多次 给一万毫安的充电宝充电 可以充25次 以此类推啊 给两万毫安的充电宝 可以充13次 给五万毫安的充电宝 可以充五到六次 因为五万毫安的充电宝 充满一次电 大约需要0.185度电 0.185度电 不知道我说明白了没有 因此说 其实您如果拿手机和充电宝 来看待电量的话 那么一度电 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电的单位 现在的电车啊 特斯拉汽车充满电是60至80度 小米汽车充满电是73.6度 而我们日常骑的电动车 一般而言满电 大约是1.6到1.8度 一般的电动车满电都能跑 六七十七八十公里 因此说一度电 这个做的功啊 也就是一度电能干的事 还是挺大的 OK就到这 我是肥肃满电老李 咱下次再见 OK OK 中文字幕——YK